大家好 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Kevin 那今天又来到了一分钟开箱的时间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这两张有趣的卡片 那这是我们最新设计的卡片 上面会有 来自于爱丽丝任何仙境里面 她跟爱丽丝的一个对话 里面会谈到就是爱丽丝跟她说 如果你从蛹变成蝴蝶 你这样子会感觉很奇怪吗 猫猫虫说一点也不会 这会牵涉到了一个我们称为完全变态 变态有两种 一种就是昆虫的变态 一种就是大家在美国上会遇到的 那关于昆虫的变态的这个过程非常有趣 所以我们日后会还会再跟大家慢慢的解释 那这个卡片特点呢是在哪里呢 可以在里面写一些祝福的话 然后送给你的朋友之后呢 他就拿在手上 然后他打开之后 外面是一只毛毛虫嘛 然后他打开之后就会这样子 就会有蝴蝶飞出来 然后另外这一张也是不同的毛毛虫 同样的一句话 然后他也是收到你的祝福之后 他打开之后 就会有蝴蝶飞出来 大家有看到这两只蝴蝶 是不太一样的 这都是台湾比较常见的一个蝴蝶 我们这个称为 层端粉蝶 然后这应该是圆翅子斑蝶的样子 那蝴蝶它本身不是长这个样子 它比较偏向里面会有它真实的图片 大概是长这样子 它为了飞行所以我们把它改造成这样子 但是它里面有它真实的图片 这就是一个可以让蝴蝶 从卡片里面飞出来的一个 特殊的卡片 那这个蝴蝶非常的特别 这个蝴蝶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玩具 当时 莱特兄弟他爸爸就是给他们这样子的蝴蝶 他们两个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他们就尝试把蝴蝶做成各种不同版本 然后发现机械结构原来可以让东西飞上天 然后他们小时候就开始把它放大 然后做成一些有趣的一个计划 直到他们两个日后开了脚踏车垫之后 他们也觉得让东西飞上天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最后莱特兄弟才发明了飞机 所以这个等于是飞机的起点 如果小朋友对于飞行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送给他们 启发了莱特兄弟的一只蝴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分钟开箱 谢谢大家